这应该就是真的可以跟自己的女儿 一起分享任何事情 刘真40岁高龄产女 节目上刘真骄傲秀出 替宝贝女儿买的战利品 花钱不手软 一两岁的时候我好想泡 我就觉得最可爱的时候 可是我老公都说不行 对女儿百般疼爱 但心龙谈起老婆刘真 如何发现心脏疾病 是有天女儿感冒 刘真带她去看病 医生要听诊女儿却不肯 刘真先做心婴示范 女儿才愿意给医生看诊 但意外听到刘真心脏杂音不小 建议给心脏科医师检查 才发现她心婴超过正常人的杂音范围 刘真会拖到44岁才开刀 平面媒体报道是为了生第二胎 因为选择换人工绊膜 得终生服用抗排斥药 对下一胎的生育 胎儿发展都会受到影响 因此选择外科的半膜修补手术 伤口也比较小 但风险是手术空间狭窄 那原则上如果做半膜置换手术 其实侵入性的手术或侵入性的治疗 都有极风险 手术风险高 又加上术后心脏功能不佳 才装上叶克膜 刘真为了最爱家人勇敢动手术 但术后病情每况愈下 尽管医疗团队全力抢救 仍然不敌 病魔逝世 令神不胜唏嘘 解王志文李玉涵台湾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